上集Saga犧牲了 現在還在處女宮 Sagaの死を悟ったアイオリアはまさにイカれる獅子と化していた 眠れる獅子が怒りに目覚めたか アイオリア 彼らがSagaの天武法輪にかけられた もはや敗人も同然 そんな者たちをあえて撃たなくても良いのではないか Sagaがなぜ死んだのか そこにはもっと深い意味が隠されているような気がするのか 無うよ 資料深いことは結構だ しかし 目の前で同胞が殺されているのを見て 何の行動も起こせない奴は もはや男として認めん さあ 測ってこい 今度はこのアイオリアが相手だ 今集用獅子座アイオリ このアイオリアは戦争的戦争 20HIT 年代 試試 現在簡直看野生動物片 獅子對山羊 このアイオリ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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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,あなたは少し 少し あなたはまだ それに変化させます こういうアイオリア 解決你了,差不多了,都不可以連20Hit了 獅子對山羊當然是獅子贏 你沒見過山羊可以咬獅子的頭 S差一個挑戰 這次是對水瓶座卡苗 其實這幾個修羅,卡苗和薩卡都已經沒什麼攻擊力 因為他被沙加的天武寶倫打到變成廢人一樣 20Hit 哎呀,他落地不算了 先讓一避 這次是對水瓶座卡 不行 但用艾奧尼不太熟 都打到死了差不多,都撞不到20Hit 這次是對水瓶座卡 只剩一滴 哇 這樣都被他打到,好厲害 怎麼算呢?20Hit怎麼做呢? 那天啊 那天啊,是誰呢? 這兒是誰呢? 你覺得這兒是個艾奧尼座卡 這個艾奧尼座卡 這兒是個艾奧尼座卡 我還剩下的時間是四個時間 在那裡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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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那裡 迷羅?本來他在那裡,沒辦法下來 急不及待 其實他想在那裡撿雞 撿雞米羅,SS,量表最大值,好像很誇張 這一關打第三關 做20 hit,米羅可以嗎? 讓我放棄他 其實這一招是不是有15 hit? 聽說是15之針吧 聽說是 他只剩這麼少血,我也做不到這個挑戰 沒辦法 來吧 離開他 搞定 不,還要殺死的 還要殺死的 還要殺死的 那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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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用了一次? 大家留意一下薩卡說話是不能抹口 因為他用心聲跟大家聊天 兩個阿典娜之感嘆 特利和娜之感嘆 像一下可惡 三口有全體 不必猜的 是 是 既然 不必選這個 寫不二 cs 算不二 全體 沒問題 有 要 好誇張 哇 爆到這樣 怎麼算好呢 哇 子龍插手 其實全教子龍這一拳 鏡頭一轉這麼快就去到沙漬那邊 收到沙家的訊息 其實如果他們有智能電話就可以WhatsApp 看完這四個字 沙漬就 覺悟了 就要去死 死這字 歌仔也能唱 打完了 算是這樣玩可以的 兩個雅典大之感嘆 冥王篇的十二攻都差不多完 下集再見了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 拜拜